就是針對這個保姆 他目前只有過世致死的這個刑度 其實這事情也是今天兩點半才宣判的 我們也只知道結果 我們沒有收到判決書的主文 所以不知道法官或承判長 是用什麼方式來判這個刑 我們可能要等看到內容之後 再來做決定 只要是成年人應該都要有意識 把小孩悶在床墊上 19分鐘還壓著他 這是會讓他窒息死亡 更可怕他是一個專業人士 更不應該做出這些事情 關於這個案件 下午聽到法院宣判 是以過世致死來論定 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尤其當天最後辯論庭的時候 我們整整看了19分鐘 保姆壓死瑞瑞的畫面 其實那個過程可以看得出來 小朋友他極力的想要掙扎 想要掙脫 可是畢竟今天他才不到11個月大 然後保姆他的體重重達了將近100公斤 沒有辦法去掙脫這樣的一個束縛 所以有一個意念 但是沒想到法院卻只是輕描淡寫的認定說 這個只是保姆的一時疏忽 只是他的一個不小心 只是他的一個過失而已 我們覺得如果今天沒有辦法去正視這樣的一個托因行為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不當的一個保育方式 那很可能在未來的每一天 甚至在我們的四周圍都會發生同樣的事件 對這裏 有個不適合你 對這裏 同時最初的主張 全部都會發生同樣的事件 現在很方便會發生同樣的事件 你看他完全是有個不適合的